寻找就寻见,靠门就开门,我们一起读圣经 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三门纪上的第十一章 那我们看第十一章要发生什么 这个在第十章呢 三门向这个众以色列人宣布了这个上帝的 给你们一个王,是吧 然后大家一起撤迁,撤出了扫罗 完了之后呢,这个就各归各家了 那扫罗呢也是啊,就回自己家了,该干嘛干嘛去了 那么接下来就要发生一件大事 这个大事呢,就是他要确立扫罗的扫罗这个领袖的地位 好,我们来看 雅门人的王拿霞上来,对着激烈雅比安营 雅比众人对拿霞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 雅门人拿霞说,你们若有我,弯出你们个人的右眼 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 雅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 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泉进去 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舍尼 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 百姓就都放声而哭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是吧 雅门人的王拿霞,然后就领着军队 然后对着这个激烈雅比安营 那对着激烈雅比安营,你对着他安营 那就是要表示干嘛,要来攻打激烈雅比了 是吧,那么这个激烈雅比的人一看拿霞的这个拿霞王领兵来了 是吧,然后就马上就服了 是吧,就是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 我们不打,我们不打,是吧 就是你跟我们立个约,是吧 然后我们心甘情愿服侍你 那这种情况下,那这个雅门人拿霞,是吧 他怎么说呢,没想到 人家说了,你们要想跟我们立约好 那么你得让我呢,把你们每个人的右眼弯出来 以此来凌辱以色列众人 所以说这个左手拿着盾牌,盾牌那这样护着 实际上是左眼其实是看不到什么前方的 就被这个盾牌挡住了嘛,是吧 然后实际上是主要是要用右眼 用右眼来观察敌情啊,来与这个右手拿着武器 与敌人作战呢,所以如果要是把右眼弯掉 那基本上你就,你这个军队的话 你就完全丧失了这个战斗力了 嗯,你这个军队就完全丧失战斗力了 另外呢,你想呢,你要是这个射箭去打猎的话 那时候不就是这个农林鱼嘛,是吧 那你要去打猎的话,那你想一想 这个,你要拉弓,是吧 那一般也是,一般正常的话 也是要用右眼去瞄准 对不对 所以说就是这个弯掉右眼 这基本上就是要把你们这个 这个雅比人就废掉了 来凌辱以色列众人 就是雅比人他也是以色列人啊 那么这个雅比的长老啊,就说 这样苛刻的条件,是吧 啊,他们肯定是不能说 哎呀,这个这个就就接受,是不是 可是要打呢,又打不过啊 于是呢,就说你们宽容我们七日 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 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 什么意思呢 就是拿下安营啊 对着激烈雅比安营 就是要,就是向激烈雅比宣战 就是要,要,要,要作战 那么激烈雅比呢,一开始是求和 是吧,求饶,要求立约 我们别打我们,我们心甘情愿服侍你 但是拿下又提出来 这个立约的条件非常的苛刻 啊,我要把你们个人的右眼弯掉 那么雅比的长老就说呢 那给我们七天 我们呢,去往以色列全境 我们去求救兵 如果他们肯来救我们 那我们就和你们交战 啊,如果他们没有人来救我们 那我们就接受这个条件 弯掉右眼归顺你们 那我们会看到啊 就是当时,应该说还是挺讲武德的 是不是 就是,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 就是双方交战呢 他还是要讲究我安阵 我列阵 然后你那边也摆阵 然后呢,我们讲好了 我们是一对一呀 是吧 然后呢,我们还是这个 这个多对多呀 是吧 我们有什么条件呢 就是他还讲究这个愿赌服输的 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是这样的 因此呢 这个拿下呢 就给他们七天,然后你们你们给你们七天来决定 是,是战一战呢 是吧 跟我们打一场呢 是吧 还是 还是怎么样 是吧 于是呢 这个雅比人呢 就派了使者 到了扫罗所住的基比亚 将这话说给百姓听 百姓就都放声而哭 就大家要注意这个激烈雅比和这个基比亚 扫罗所住的基比亚 他们都是 都是什么 都是以色列的 都是以色列人啊 那 这个呢 我们需要呢 复习一点 就是前面的历史知识啊 在世诗记 在世诗记的十九章和二十章二十一章的时候 大家回想一下啊 世诗记十九二十二十一的时候 那个 还记得那个以色列 以色列人 他的妾离开他了 他去找他的妾 然后呢 他的妾又回心转意了 同意跟他回去 然后回去的路上呢 就路过了一个地方 就是哪了 就是基比亚 想起来了吗 哎 路过了基比亚 然后路过了基比亚 结果基比亚呢 基比亚的那些男人啊 就是要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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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辱这个 立位人啊 是吧 啊 就是让那个 收留他的老人 把这个立位人交出来啊 我们呢 就是要对他任意而行 是吧 结果这个立位人呢 为了保护自己 就把自己的妾给推出去 结果基比亚的 这个这个男人们呢 就把他的这个妾彻夜领主啊 那么 然后呢 第二天啊 这个这个立位人呢 带着他的妾放到驴子上 就回回到家 结果他妾死了 他就把他的妾的尸身 切成了12块 分发给以色列12个支派 对吧 啊 说呢 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 行了凶淫仇恶的事 你们要仇化商议 然后众以色列就起来 啊 就来攻打这个变雅敏 啊 是吧 啊 就要求 先是要求变雅敏之派 把这个基比亚的交出来 是吧 结果变雅敏之派不交 啊 于是呢 就开始和变雅敏之派的交战 对吧 然后攻打这个变雅敏呢 结果就是最后呢 这个变雅敏之派呢 就是就剩下了600个 600个男子 全部除了这600个男子逃跑了 是吧 啊 他们逃到了这个这个临门盘之外 这个变雅敏没人了 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呢 就后悔了 说这个这个这个变雅敏没人了 难道我们12个支派要灭绝 一定要一个支派吗 啊 然后呢 就开始说 那怎么办 是吧 那就是我们来检讨检讨啊 看一看呢 当时 有 啊 我们众支派里边有谁 有哪些人啊 他们没有 他们接到这个这个妾的这个师生啊 他们没有来到这个米斯巴 没有来到耶和华面前 没有参与剿灭这个边雅敏 这个这个支派的这个 啊 这个战争中来 结果呢 结果呢 一查发现是呢 是基列雅笔啊 基列雅笔这个地方一个人都没派来 于是他们就去攻打这个基列雅笔啊 然后呢 从基列雅笔 从基列雅笔那里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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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了这个四百个未嫁的厨女就把这四百个未嫁的厨女 送到啊 这个边雅笔留存的呢 那 林门盘 是吧 啊 就是给你们这六百个人现在给你们四百个厨女可以做你们的妻子 所以大家回想一下啊这个四世纪十九二十二十一章的内容 我们现在就会知道这个基列雅笔他们为什么遇到这个亚门人拿霞啊 莱公拿他们啊提出这么苛刻的这个缔结这个合约的啊这个条件之后他们派人到扫罗住的基比亚 因为在历史上他们就是这两个城啊他们就是有这样的可以说生死与共荣辱与共的关系啊 因为扫罗他是这个边雅笔人呢 是吧 当初就是基比亚犯了罪 导致了这个啊 整个边雅笔之派几乎要灭顶之灾 是吧 啊 然后呢 也是基列雅笔他们没有 也就是为什么基列雅笔当时没有派人到米斯巴去攻打 就是因为因为可以可以知道那个时候基列雅笔和基比亚这两座城池 就是有这种啊亲近友好的关系 而而而后来呢 基比亚啊 基列雅笔的这个四百个厨女又被啊就送给这个这个边雅笔的六百个男子其中的四百个人为妻是吧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呢后来应该是啊这个边雅笔之派呢就分出来了一些人让他们去住到这个已经被以色列灭掉的基列雅笔去啊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啊所以说基列雅笔的人呢就分出来了一些人让他们去住到这个已经被以色列灭掉的基列雅笔去啊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啊 和基比亚的人他们应该呢应该都是变雅笔的了都是变雅笔的后人了啊他们应该关系就更紧密了啊那所以说呢这个发生了啊这个基列雅笔啊面临这个雅笔人的这种啊这种威胁这种攻击是吧那么他们就首先派人到扫罗柱的基比亚去办救兵啊 这是在历史上他们就是有这样的渊源的啊所以说你为什么说你读圣经你一定要从头读呢啊你一定要从头读因为呢你要不从头读你看你如果直接读撒末尔记的话其实你就搞不清楚为什么基列雅笔和基比亚这个这个之间他是要到基比亚去求情的是吧啊因为当初他们他们之间就有这种融入与共的这种关系啊好那么 拿雅门人可能又有人要问这个雅门人怎么回事啊这个也是啊我们前面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大家还记得雅门摩押人雅门人都是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的后裔是吧啊而罗德呢又是谁呢又是亚伯拉罕的侄子是吧是这个这个以萨的堂兄对不对 那以萨呢是生了以嫂和雅各啊是不是而雅各呢是以色列人的这个祖先是不是啊雅各就是这个是他的名字改名叫以色列嘛所以他的儿子们十二个儿子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分出来的嘛那所以你圣经一定是要从头读从头一点一点的然后这样从头读到尾那么我们对这个圣经的 了解啊对整个人类历史啊以色列历史是吧哎然后呢都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的理解就不一样了那么扫罗在干嘛呢扫罗这个时候啊你看啊他这个时候这个王啊他其实还没有正式的就是履新的啊啊就是相当于抽签抽完了之后他就回家他是各找各妈他们该干嘛干嘛啊扫罗仍然要劳作啊 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雅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 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罗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 哎我们会发现这个地方又有又有呢就是啊就是和历史相呼应的 但是这个呼应很有趣啊想当年是那个利未人因为他的妾被基比亚人啊对基被基比亚人灵虐致死 然后他呢把他的妾的尸身切成十二块传送以色列全境 说这个基比亚人行了这样丑恶的事你们看着办是吧 哎而现在呢是基比亚人扫罗啊扫罗是基比亚人的基比亚人扫罗为了啊这个保护这个啊 基列雅比人免受这个雅门人的这个灵虐而将一对牛切成筷子啊 那应该也是切成了十二块啊是吧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 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末尔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 那这个是扫罗是传令啊就是作为一个王啊 他这是现在是传令全以色列啊 所以我们也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呢啊看出什么来呢 就是扫罗现在呢把一对牛切成筷子传送 以色列全境啊实际上呢也在学习啊当年啊这个基比亚啊是吧当年这个基比亚城的耻辱是吧啊当年基比亚曾经呢为恶是吧啊在以色列中啊为恶 然后导致呢立位人将他的切切成十二块传送以色列全境 然后以色列全境来攻打变亚民让屠灭了这个啊这个基比亚城 那么现在呢身为这个以色列的王的扫罗 他在基比亚他是基比亚人 他在基比亚将一对牛切成十二块传令以色列全境 让他们啊然后出来跟他作战来捍卫以色列的荣耀 因为就以色列要是这样去对待这个这个激烈亚比人呢 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那凌辱以色列人呢 人家说的也很清楚我要凌辱以色列人 所以这是要捍卫以色列的荣耀 所以呢你看这就是啊一种啊一种这个一种对应 而这种对应就可以看到一种生命的反转啊 那这种生命的反转其实说白了就是很简单 你背逆耶和华行在神眼里看为恶的事情 是吧那么你就会成为被讨伐的对象啊 而如果你听命于耶和华你被神的灵大大感动 是吧你要去行在神眼里看为对的事 那么你就会成为众民优惑的对象啊 你就能得着荣耀啊就是这么啊就是这么简单啊 是不是 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啊 扫罗在比赛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三十万 犹大人有三万 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激烈雅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 使者回去告诉雅比人他们就欢喜了哎就是聚集起来这个大军啊 其中的一共呢就是犹大犹大呢有三万而以色列全军呢是有三十万 他们决定明天啊就要去这个攻打这个雅门人解救激烈雅比人 于是雅比人对雅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 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三对在沉耕的时候入了雅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 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这个这个我确实我觉得呢这个激烈雅比人呢就是做了一个哈就是不太讲武德的事情啊 为什么呢他当初跟那个雅门人说给我们七天是吧我们去搬救兵啊如果没人救我们我们就来归顺你们啊 那么我们看呢其实是这个雅门人答应了他们所以这七天也没有攻打他们是吧 可是事实上呢他们去搬了救兵扫罗聚集了以色列这个权权重啊全民啊聚集了三十万人是吧 说明天来救你们结果对雅比人却对雅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 这就是相当于呢给雅门人撒谎撒谎就是说没人救我们啊 我们明天呢就就出来了明天我们就就是你们可以就弯掉我们的右眼了 我们归顺你们与你们立约了 那这个是对敌人撒了个谎撒谎呢就是说雅门人呢那就一下子就就就就就就就懈怠了是吧 好吧没有人跟他们来帮他们他们明天明天就要跟我们递约了 明天我们把他们的眼弯掉呢就大功告成了 结果第二天呢扫罗分成三队沉耕的时候入了雅门人的营 击杀他们就是说雅门人毫无准备他们已经准备接受这个激烈雅比人的这个投降了准备呢磨好刀子准备弯他们的右眼了结果突然杀进来三三对以色列的人把他们杀到太阳进武啊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是吧 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我们有一说一啊这个激烈雅比人的确是不讲武德在这啊 那有人可能说你你对敌人讲武德你就是对自己这个这个不仁慈啊 但是我觉得你这里边有一个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吗你人家跟你讲武德了吗不是是吧 你跟人家约好了吗是吧那你既然既然他给你等了七天然后看你有救兵就啊就跟你们交战是吧没有救兵那就跟你们递约 嗯这个这个这个你其实还是还是还是这个呃就是没有遵守之前的约定啊哈哈哈是不是可能有的人觉得我比较愉快啊是吧啊但是我觉得呃这个这个是破坏啊破坏这个这个社会的这个秩序啊你你不能取信于人是吧啊那么总是呢会影响影响到这个意思 以色列人的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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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象影响到以色列人在众民之中的信誉的啊啊换句话是说什么呢如果他们激烈雅比人呢他们真的相信上帝的话他们相信上帝的话他们完全不需要使用这种鬼诈啊那就是他们呢就是来使用这种鬼诈这就是还是表示什么呢他们觉得我们可能得靠我们的 力量麻痴力量麻痹一下敌人这样呢这个扫罗率领的大军呢才战胜更有把握事实上如果他们要是相信神的话相信以色列神的话他们不需要去行这种鬼诈就可以告诉他们我们有救兵了明天我们决一死战 是吧这堂堂堂重重的打那你战胜了敌人你不是就是这个士气会更为高涨敌人听到之后更加的文风丧胆吗就是如果你这样的方式取胜了那实际上呢你甚至不 是吧那你可能雅门人也好磨牙人也好啊是吧这些迦南人可能就会在他们中间就会说他们耍了鬼诈如果他们不耍鬼诈是吧啊那么我们跟他们真正摆好正事然后呢这个奋力厮杀他们不一定能赢我们 所以说表面上看好像激烈牙比人做了一件啊就是帮助扫罗的军队取胜的一件事情但是实际上他们这样做是有损于以色列人的荣耀有损于耶和华神的荣耀的大家想一想你想耶和华神在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也好在旷野中也好攻打这个这个迦南人过约旦河是吧这每一件事情 在这个事情上耶和华可曾做过这样的事情可曾说过对敌人撒谎啊你看耶和华哪一次就是出埃及的时候每一次都是先让摩西和亚伦去跟法老说我要做什么了我要做什么了是吧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然后每一次耶和华说要要让他们去去攻打耶利哥城是吧这个排着约会绕城七日那绕成七日不可能 耶利哥人看不到吧是吧都是光明正大的所以呢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那个基列亚比人就是他们的啊这种小心啊对神的小心啊然后这样做实际上是是会啊这个影响到以色列人的荣耀啊影响到这个对在众民之中关于神的荣耀 OK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哈百姓对撒谷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 这个现在就看这个百姓多有意思啊这事呢已经过去很久了当初那些人说的时候众百姓一声不吭是吧扫罗也不做理会是吧现在啊扫罗领兵啊打了大胜仗啊这些百姓们啊就是觉得不行我们要抓叛徒啊是吧我们要把那个啊对领袖不忠诚的人我们要把他们除掉啊 当初领袖刚立的时候领袖还没有战功的时候那些说领袖坏话的时候你们怎么不站出来护卫你们的领袖呢是吧也就是说你们还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是吧啊那你领袖也得出来走两步给我们看看是吧啊那那那要这样的话那可想而知你们当时不作声不吭声没有反应其实你们只不过是没说出来而已 是不是你们和那些说出来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啊那些人其实也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吗啊啊哦你这个时候你见证了领袖啊然后出来走了两步啊这个是鹰子萨爽你觉得要捍卫领袖的尊严了那这时候领袖的尊严还用得着你们来捍卫吗是吧所以我们看扫罗说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 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哎呀我们我们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扫罗呢他还是挺值得我们学习很令人尊敬的啊一个是什么呢你看扫罗他呢呃号召这个众以色列人呢就是出来和他跟随他作战的时候他呢没有说啊没有说什么他没有说你们你们要跟随我 是吧他是说跟随扫罗和撒末尔是吧那用说跟随扫罗和撒末尔很明显这种口吻是一种什么就是以这个神的口吻在号召啊就是相当于是在带神传令啊带神传令那也就是说他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把耶和华放在第一位的啊扫罗和撒末尔而且不是我自己还有撒末尔 那我扫罗和撒末尔就是神在以色列众民之中的啊这个啊这个安排下啊来来让他们率领以色列的然后当他打了胜仗之后呢打了胜仗之后呢你看他也是把这个荣耀归给神他说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他没有说他没有说是我扫罗 是吧他说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所以不可杀人啊他就不去追究啊那些当初质疑他的人啊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保罗的扫罗啊就是他这个时候还是把神放在啊这个自己的心中啊凡事那都是呢遵行神的命令然后取胜之后归荣耀于神而且呢他 他还比较谦卑啊没有没有就此就骄傲啊无论是对神还是对人实际上你就想啊他只要对神不骄傲他就不会对人骄傲因为他对神不骄傲他就不会完全的归功自己归荣耀于自己他就知道我是取得的一切的成果和胜利都是以仗的神那样他也就不会对人骄傲了啊就是其实一个人你只要对神 你就注定了要对人骄傲或者说一个人你只要表现出对人骄傲那么你肯定就是对神骄傲的撒布尔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百姓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啊这个这件事所以说非常重要啊这就是扫罗 他正式的确立了他以色列民中之王啊以及正式的啊就是说在那之前的抽签抽出来但是里以色列仍然还是各个支派啊各自过做过各自的生活但是经此一议啊在这个基比亚领兵然后呢去啊营救这个激烈亚比然后击退了这个亚门王拿侠之后 那么趁此啊然后呢这个撒木尔呢就让众以色列众人到吉甲在吉甲那里就立国于是呢就有了一个以色列国是吧哎然后呢这个国就有了一个国王啊第一个国王也就是扫罗啊也就是扫罗所以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啊非常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以色列就正式立国了扫罗呢也就正式啊就是在耶和华面前啊在众以色列面人面前就立为王了那从此就进入了就是就是从这个以色列呢也就从世世时代正式的进入了王国时代啊 那么下面呢就是啊这个十二章开始就是以色列进入王国时代啊扫罗如何率领这个以色列人南征北讨啊然后呢这个稳固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我这个国的这个在众众众民啊列国之中的这个这个地位啊那么我们后面呢就就要一个一个的开始看扫罗啊 这个为王立国之后的啊这个故事好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今天的信息还是挺挺丰富的啊一个呢就是这个基比亚和基列亚比这两个城池的这个生命历史的反转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呢这个这个啊基列亚比人他们在这个大战前夕他们使用的这种诡诈啊那这个是这种诡诈所表现出的 他们的啊他们的小信啊实际上是对神的荣耀啊是有这个污损的啊这个是也警戒我们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应该就是遵循神的道啊我们的神呢是一个是信实的神啊是一个堂堂正正是吧光明正大啊行正道的啊这个是呃从来不搞歪门邪道搞这种这个阴谋诡计的神啊所以我们呢也要 像我们的神一样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是吧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只要是这个依靠神是吧是在行在神眼里看为正的事那么你在行事的时候你就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做任何时间就先想着怎么怎么搞点歪的鞋的是吧怎么呢这个偷鸡取巧走个捷径我们想想我们很多中国人是不是都是有这个特点啊就是我们不讲 不遵守契约啊我们中国人做任何事情做生意是吧这个做做任何这个办个案子是吧打个官司上个学是吧买个东西啊我们都首先想到的是哎是不是我们先得找个关系啊是不是我们得走个后门啊是吧而不是想着我们去遵守那个约定按照契约光明正大的什么都摆在桌面上去做那这些呢就是我们就想想这就是有信仰和没有信仰 信仰的差别啊那你想为什么西方人呢就是他在圣经的传统之下那么他就是讲究要遵守契约是吧而中国人呢你这个数千年的这种呢就是背离神呢你就总是想着就是有约也不要遵守我们要破坏这个约定啊是吧什么这要兵不厌插是吧啊要要想着先得走后门找关系啊所以呢你看 这种这种病啊其实不仅是中国人有我们读这个啊这一章就会发现哎原来以色列人也有是吧哎你看激烈压比是吧你明明跟人家已经约好了是吧啊那么他是敌人你跟他立了约那你也要遵守是吧那么神要让你去迎战他神就会让你取胜不不需要你去搞这种外门写道啊这个是 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就是能够警戒我们的啊愿我们能够引以为戒好今天呢是2022年7月29日我是肉丝石金霞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啊让我们全心的全意的啊信靠神尽心尽力尽性的侍奉神这样我们必定能够啊无往而不慎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哈利路亚祝福大家啊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转发啊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会员啊这个会员呢我会每个月呢也给会员有一个这个专门的这个直播啊然后分享我们的一些特别特别啊重要的特别特别这个这个隐秘的一些话题我们一起来讨论然后呢我也有会员专享的这个这个节目啊大家可以看那个会员专享的节目我会员专享的节目里面就把哈就是哈 一些呢比较重量的啊比较重头的比较小众的啊然后呢但是对于整个的这个家庭啊生命成长啊特别特别有益的东西啊我会专门呢就是做一些啊这个会员专享的这个视频目前呢就是我放了一些哈就是是在国内的我的收费课程的一些视频放在会员专享里面哈对那些视频我都把它作为会员专享了就不再公开 欢迎大家加入我的会员啊点击加入就可以加入会员了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就是啊点这个点赞啊也给我打赏一杯咖啡让我润润喉咙当然了这个大家自愿啊祝福大家哈利路亚